把这个超度的原理与事实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然后我们再想近代发生的这些事情 谭徐老法斯 在他的自传 他那个自传叫《隐城回忆录》 是老和尚自己叙说他一生的经历 由他的学生大光法斯笔记录下来 这个书在台湾流通的很广 诸位都可以能够得到 你看他里面讲了有一段超度的故事 那个时候他还没出家 谭徐老出家了很晚 四十多岁才出家 但是他在出家之前就学佛 而且很有梦 那个时候在天津 没出家之前在天津 有几个从志同到后的 一块在一起研究楞严经 所以那一段就 罢载寒窗多岭 他有个朋友 他们后复开了个中药铺 他这个朋友姓刘 也是在一起 罢载寒窗多岭 对于岭严经有信德 有领悟 在我们说的时候 他有一点功夫了 就凭这么一点点的功夫 那比起光木女婆罗门女 差太远了 但是就这么一点点功夫 他就能产生效果 他说这个刘居士有一点动夫 在这个店里看店 动物客人很少 没有人来买药 生意很清淡 他就在柜台上打瞌睡 打瞌睡的时候就做了个梦 但是这个梦非常清楚 在那个打瞌睡梦中说 见到两个人来了 他一看这两个人 在梦中的事情 是他的冤家债主 两个人是欠他的钱 欠他债务 他这个向他讨债 逼着他讨债 这两个人因为没有办法还债 就上吊自杀了 以后他为这个事情 时常感觉很难过 他要不向他讨债 这两个人不会上吊 所以为这个事情 很愧疚 常常感到难过 那么现在看到这两个人 他晓得这两个人上吊死了 这下来的时候 大概是找麻烦的 所以也很可怕 但是看到这两个人 这个面很善 不像是横卧 不像是来害他的样子 所以他就问他 你们来干什么 这两个人就说了 我想来求你超度 他听说是求超度 他的心就安了 他不来找麻烦了 不是来报复了 于是他就问他 那要怎么 怎么超度你呢 他说 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他说好 我答应你 结果看到这两个人 这两个鬼 踩着他的膝盖 踩着他的肩膀 升天了 这两个走了以后 没多久 又来了两个 这两个人是他 是他死了的太太跟小孩 一坐在他面前 也跪在他面前求超度 他就问 怎么超度你 也是跟上去 你答应就行了 爷看到这两个鬼魂 踩着膝盖 踩着肩膀 升天了 记载在 引诚回忆路上 这就说明 超度 必须你自己 有修学的功夫 你没有功夫 你凭什么超度别人 他这个功夫 就是霸载寒窗多了年 人家有了这个功夫 有了这个道理 就能超度 加勤卷输了 能超度这些有缘人了 你要没有这个功夫 不行 我们可以把这个引诚回忆录里头这些故事 跟地藏经和起来看 对于这个四世真相 我们就更肯定了 我们就更肯定了 至于 现代 佛门里面 大规模 这种超度的佛寺 在过去没有 我在学佛早期 对这个问题也有疑问 我曾经拿这个事情 勤教道安法师 照年 我跟道安法师 出得很好 道安法师 在台北 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 请我担任总组奖 我们相处不少年 最初在松山寺 以后 宜在善导寺 各地 佛教会的 楼上的大讲堂 学生最多的时候 各部地区 背面从基隆 南面从新竹 我们每一个星期天 举行一次 这个上一次课 学生最多的时候 差不多有八百多人 这是佛教会 一桩世词 道安法师 是负责人 是这个讲座里面的 故习 那么我在里面担任 讲座 他给我的名义 总组奖 当时还有 印海法师 这个 知遇法师 我们这几个人 来负责教学